台北101新任董作贾永杰 14号又遭到恐吓 嫌犯扬言要在101内引爆炸弹 要求尽早替换贾永杰 101外头一大早还是有很多民众 等不及11点开门就来到广场等待 不过这次其实已经是贾永杰上任后 收到的第二次恐吓信 听当新闻的第一刻呢 那我就主动的出击 一天前才开心展出大谷祥平的50轰击录球 没想到14号就有网路媒体接获投诉信 内容点名喜欢以人脉势力任命空降董作 越岭高薪的101 也听到炸弹爆弹等字眼 民众是否会看得先驚驚 其实警方接获通报就立即展开搜索 初步并未发现有任何相关爆裂物 追查信件发送IP位置是在香港 而上次则是荷兰 警方认为手法类似 且信件同样写着同音不同字的贾永杰 是否为同一人犯案人有待调查 本分局亦将加强101大楼桌边安全寻签 守望并提升见警率 令通报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科针队 共同追查 积极调阅相关资料 查气恐吓信件来源 不过实际来到观光客最多的台北101观景台 人潮依旧不检甚至还排起了队 而江洋杰面对威胁也回应 相信警方会将罪犯神之依法 我还是会认真做好我的工作 也说101档下就启动应变机制 警方也已经密切侦办 以确保民众安全 也提醒不要散播未进证实的讯息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TVB新闻龙昌神兽综合报导